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米越一招手 大结局的第一回 其实米越传在我看来绝对是一个漏 中国历史上的漏啊 其实很多 真的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没必要编故事 我们是一个真事都讲不完的国家 为什么说米越是漏呢 米越所处的那个时代 是战国最精彩的时代 而战国呢 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时期 不是之一 是最乱 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时期 而米越竟然处在这个最乱的时期 公认的最精彩的年代 并且还是身处在最核心的国家 还竟然呢 他其实是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人 你就这样一个人 历史上居然没有大书特书 你说 这是不是一个肉呢 所以当我听到说 有个米越传的电视剧 即将要上映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很激动 我很羡慕这个聪明人 我觉得他拿走了中国历史皇冠上的 那颗宝石 米越传在我心里 这是可以写一部史诗的 可现在看啊 这颗宝石还在那儿 等着有心人去发觉 米越传为什么是一部史诗呢 首先我们说 这是一个女人的史诗 米越的一生 你看 从一个平民 到太子的女友 再到奴隶 从奴隶又成为异族的皇后 再成为蝉鱼的母亲 而后又成为秦王的番妃 再到秦王的助手 秦王的秦国的影子秦王 突然又变成秦王小儿子的母亲 再成为叛乱者 成为太后 跟着统治秦国长达三十六年之久 被人们称为艳后 但最终呢 截然一生 成为孤独的秦王的母亲 被他的儿子囚禁 在孤独中死去 我觉得人生真的很难有人 有这么多的大起大落 米越的一生四起四落 而且从社会最底层 奴隶 去把草原人手里的汉人奴隶 到大秦的太后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人类经历的极限 米越是一个很能折腾的人 在我看来 这个人太闹了 这是个把十个世纪浓缩成一辈子过的人 你说这样的人生经历 算不算一个女人的史诗 米越其实还是一个国家的史诗 米越啊 米越啊 经历了秦国的衰落 也见证了秦国的崛起 这是一个跟着秦国这辆破车 冲进沟里的人 是那个把车又重新推上坡的人 秦国的史诗 是必须有宣太后这一段的 更加重要的 其实是 米越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史诗 什么叫史诗啊 史诗就是从一个宗教的角度去讲述这个宗教所推崇的英雄 而这个英雄一定是曾经推动这个世界发生改变的 也就是说称米越的人生是一部史诗 那必须米越的故事和宗教是有关的 有吗 当然有 米越一生几乎经历了当时中国所有的宗教形式 南方的北方的中原的草原的男人的女人的 称米越的经历是一部史诗 那你还必须得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他得配得上英雄这个称号 你觉得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算不算是英雄呢 一个掌握秦国命运长达三十六年之久的人 你读到的课本里关于战国的所有文章 几乎都是发生在米越这个时期 他算不算是一个英雄呢 这还不够 对吗 称米越是一部史诗 那他还必须得改变过这个世界 米越确实改变过世界 一个改变了秦国命运的人 你说他没有改变历史吗 所以米越完全有资格被写成一部史诗的主角 我的米越传其实只能算是一个提纲 我只想说说历史上 米越在历史上比较靠谱的那些事 我希望有人能把它们用好 能给这个股价填上血肉 让它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故事 好了 我们正式开讲 战国的时候 在楚国有三大氏族 他们是昭氏 警氏和驱氏 楚国历来有一个传统 就是楚国崇尚竞争的 楚王最终会选择那个在内斗中胜出的家族 协助自己管理这个国家 这是一种文化 我们今天称之为狼文化 对吗 狼文化盛行的楚国 因此成为一个内斗很多的国家 特别是在没有老狼的情况下 简直这就是灾难 但这其实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渊源 是吧 我们现在也是总能听到有人对狼文化的赞颂 到了楚威王这个时候 楚国进入到鼎盛时期 楚威王重用的是景家 当时楚国的大将军是景翠 曲家和昭家呢 这都是陪衬 就楚国这一点很好 就是内斗在楚国很正常 但有停歇 狼群其实不是天天斗 是只有说有人要挑战头狼的时候 才会发生争斗 一旦争斗结束了 有了公认的头狼 狼群其实又变得特别的公顺 狼文化是两条 你记好 一条是竞争 另一条是什么 是合作 我们的芈月故事 就是开始于齐威王这个时候的楚国 再具体一点 就是发生在楚国昭家的故事 昭家在楚威王这个时候 没有什么作为 也一直没有出现 一个能挑战紧粹头狼位置的人物 所以连续两个时代 都没有当上头狼的昭家 这个时候已经有些衰落了 上一个头狼是区间 但历代楚王的都有一个传统 就是培养比较弱的那个家族 不能让一个家族长时间说几代人把执政权 所以齐威王虽然没有启用招家管理国家 可是把太子老师这个关键的职位给了招家 熊怀这是当时楚国太子的名字 实际上熊怀的老爸楚威王啊 继位很晚 就在位时间也不长 熊怀16岁上 他的老爸才当了楚王 大约10年以后到熊怀26岁的时候 老爸就死了 熊怀呢 那个以后接班做了楚王 熊怀就是楚怀王 芈月和熊怀的故事就应该发生在熊怀从20岁到24岁之间 因为这一段时间 楚王 楚威王外出了 去和另一个战国时期的威王 齐威王作战 战国那个时候啊 秦国根本就算不上强国 那个时候世界的两极是两个威王 楚威王对战齐威王 老爸不在 是吧 太子看家 没事呢 就老去老师家商量事 有一次太子熊怀在招家就遇到了一个招家门客的女儿 这个小姑娘让二十几岁的太子熊怀一见倾心 芈月我跟你说应该有惊人的美貌 反正熊怀见了一面就再也不能割舍了 历史上的淮王楚怀王是一个心思很重 少年老成的人 芈月能和这种人就立刻就擦出爱情火花 我认为啊 芈月应该不是那种很端庄的样子 应该不是 招家人呢 招家人其实乐于看到这个结果 这个小姑娘于是成为招家在这场头廊大战之中的一个重要棋子 甚至于我觉得这是一场安排好的邂逅 因为原本这个小姑娘她的地位非常低下 如果不是招家人特意安排 根本他没有可能见到太子的 太子和说太子最后主动的能和他相好 一定是认为他是招家的亲戚 认为这个小姑娘也是贵族 但其实招家欺骗了太子 这个小姑娘出身低贱 而且她的命运很坎坷 她以前的经历很坎坷 你别看这小姑娘年纪不大 可她的经历真的不少 要不是说后来这件事败露了 成为其他家族攻击招家的口实 其实历史上也许就这样记录了 招家的一个小姑娘 一个远房亲戚嫁给了楚国太子 后来成为太子妃 以后也许就成为楚国的王后 原本这个芈月传一开始 真的就是按照那个CC公主 那个路数走的 这个小姑娘我们说就是芈月 芈月的性格 她后来看她的性格 我们看到的就说明 她不是出身在高贵的人家 她的出身在社会的底层 芈月和她有着和她年龄不相称的成熟 咱们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是吧 是这个道理吧 芈月的父亲曾经是招家的门客 楚国的门客和中国的和中原 那些诸侯的门客是不一样的 楚国的门客都是地位很低下的 楚国是各大士族手里都有自己武装的人 芈月的父亲就是招家的一个军人 芈月的母亲很可能是魏国人 应该算是楚国的魏族人 魏国出美女是吧 芈月的美貌应该是从她母亲那里继承的 原本这一家人算是很穷很穷的 但是还算安稳 可是在一场战斗中 芈月的父亲突然失踪 大家认为死了 一家人你说 哎呀 这个 这日子以后可怎么过呢 战国是没有后来那些封建礼法的 是吧 改嫁和娶一个改嫁过的女人 其实在当时不算是什么问题 于是死了父亲的芈月 就和母亲一起在娘家的安排下 嫁给了另一个魏族人 第二年第三年 是吧 芈月的弟弟出生 这个弟弟就是芈月的大弟弟魏冉 芈月的亲生父亲是楚国人 芈月的大弟弟是魏族人 这在当时这很正常 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是吧 这也就算是一户人家 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突然就发生了 芈月的亲生父亲 失踪了几年以后 回了 芈月的父亲没死 而是被俘了 当时就是这样 你抓住敌人的士兵不是杀了 而是抓起来当奴隶 芈月的父亲当了几年奴隶以后 偷偷的跑了 跑回楚国了 真是你说 你说这事可怎么办 是吧 最后芈月的继父出走了 这家人就算是团聚了 也不也不能算团聚 对吧 芈月是和亲生父亲团聚了 未然呢 这个事我给你说想想都头大 对吧 就这些人生的悲欢呢 其实都是让一个小孩子早熟的原因 芈月就因为经历更多 所以比同年龄的小孩子成熟的早 在心智上 芈月是一个超级早熟的孩子 父亲带着一家人回到了昭家 芈月这个时候已经算是个小姑娘了 芈月的美貌立刻就被冬家发现了 在冬家的安排下 芈月开始和太子熊怀交往 可是不久 楚威王归来 楚威王这次出征算是一次胜利 但威王自己却得了病 也有说是受伤的 其实伤病在那个时候是一回事 而且回来不久 眼看着楚威王就管理不了朝政 于是一场头狼之战就开始了 现在的头狼 景家和上一任头狼 曲家以及现在卧薪尝胆的昭家 这就开始了一场争斗 景家最后失败了 曲家和昭家都算是胜出了 问题是芈月成为了这场争斗中最失忆的人 因为他被牺牲了 这个事的过程是这样的 昭家因为是太子的老师 是吧 又有一个女儿和怀王交往 所以在在楚国的头狼之战中 一上来就有优势 但你要知道这场头狼之战 大王和太子是不参战的 他们是裁判 但是景家随后就发动了反击 这芈月不是昭家的女儿 芈月是昭家奴仆的女儿 这件事一下子就被景家揭发出来了 好你昭家 你现在找个下流人和太子来往 你这是要玷污我们贵族的血统 真的 那个时候的奴仆 奴隶是一种低贱的生物 他们在贵族的眼中就和牛羊是一个类别的 只要你没有贵族头衔 你就有可能血统不纯 景家的揭发 芈月和太子突然就变成了两种生物 这种差距不是我们现在说门不当户不对 这个差距 真的就是不同生物 根本就不可能有结果的 从后来芈月对楚怀王的态度来看 我想怀王是做了复兴人的 确实你 你说你要是站在怀王那个角度 在当年的那个年代 当你发现自己的爱人 其实是一只阿凡达的时候 你会如何选择呢 真的就是这样 你写写芈月父亲的归来 你写写怀王的转身 这些难道不比编那些没影的故事 更真情 更打动人吗 招架于是急于平须风波 是吧 太子急于撇清关系 于是招架给了芈月的父亲一笔钱 你们远走他乡 以后再不要回来 这个事就算是结束了 这个事可能是招架安排的 也可能是胸怀的母亲安排的 对于芈月 这个事 怎么可能结束呢 早年的穷困 支离破碎的家庭 感情的挫折 这都让芈月 美丽的外表下面 有一颗坚硬的心 冷酷的心 真的就是这样 你要是剖析一颗冷酷的心 你一定会发现 是心酸浸泡的结果 这是不是芈月的初恋 还是说芈月还有初恋 讲一段更凄美的感情 其实越是煽情 越是符合芈月的人生 肯定的说芈月的初恋 全是孙楚 先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 以后才会有那个放荡的宣太后 对于一个楚国人来说 当时世界的边缘就是燕国 这一家人就去了燕国 芈月是很伤心 但这一家人可是很高兴 因为总算不用为生计担心 甚至于就在燕国 芈月的弟弟芈荣出生了 我猜想这一家人 是从燕国进入义渠的 就是因为芈荣这个名字 而后呢 而后楚威王死了 太子雄怀继位 这就是楚怀王 楚怀王 没有忘记芈月 虽然芈月算是阿凡达 但应该怀王这一辈子 都想着那个善解人意的小姑娘芈月 以至于当以后宣太后 是吧 全世界只有楚怀王敢去武官 会见宣太后 他心里的宣太后 还是那个小姑娘芈月的 全世界只有怀王心里 有一个善良的宣太后 哎呀那些那些青梅竹马的时代 人这一辈子有时候错过了 就别再往回找了 命运弄人 但总算现在天各一方拉倒算了 人这辈子 哎呀有多少事能 可是我跟你说 芈月的苦日子 这才刚开始 好了 这一回我们先讲到这里 明天我们继续讲 芈月历史上芈月的第二个男友 即将登场了 继续讲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